期間在觀察說明說 要請他們再更清楚 我想因為我們也懷疵在這個執領 感謝各位的支持 那現在就我們給那個 我們今天議會的 假如說 很簡單 也沒有表示過這種鄉口的意見 希望大家能夠 把握這個時間 有什麼比較新的問題 我想就提出來 請他們來做一個回答 假如大家都問過問題 也不要一而再再三重複 我想要要 nous不時間把握 這提出的問題沒有解決 對沒關係 來來來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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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福山民民 我們是要快咬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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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想法座一切 這裡 給他們的決項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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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派客 我是延建大樓林沙別墅的主委 因為這個設計是我最了解的 因為我想我原先也是個 我在某個服務單位裡面 我也是攬車的推動者 所以因為我應該不是玩這個攬車的人 因為我是陳水扁市長 剛剛他說市長的時候 我是個主辦人 那為什麼今天我想 我今天是出財商場身份 林沙別墅 我想別頭的地區沒有一個人知道 應該只有我知道 所以我今天提出來報告 我在今年 我有寫市長信箱給市長懷疑過 林沙別墅大樓中山路 地勒谷邊貨 保護時間三分鐘 保護時間很重點 地勒谷邊貨已經卡線了 地勢下線了 所以我今天提出來是給議會參考 後來我就要求 市政府他出來做微型磚 現在做微型磚 還有做那個大師火前噴 因為他每天地勒谷 每天是好幾十噸 甚至百噸的水一直出來 所以他若見這樣 比如兇手來做那個水溝的時候 我要求他包商把那個旁邊的水溝 從墊這樣的高 我想這個包商他們應該知道 我以前說因為你這樣 那個路位已經斜這個樣子 沒辦法填車 所以比如兇手包商 他就有把這個旁邊水溝把它墊高起來 所以我想我不是一個反對著 我不是一個反對著 但是我想要求這個 關於這個地勢 軟車卡住那個跟地勒邊貨的距離很近 很近 這邊的地勢要做監測 因為已經中山路已經有落線了 如果不相信 把那個北羅兄所做的水溝 把水溝蓋翻開了就看得到了 這樣路是這樣寫的 所以我向市長 文信市長緊急來做邊坡的鞏固 所以無風無雨之下 兩棵大龍樹就這樣子 刮到地都不下去 請各位參考謝謝 OK 感謝 有這個新的 就是以前 我再麻煩 麻煩 大家多有機會 各位不要急 不要急 來 請